5月27日花艺女孩评选活动成都赛区决赛在成都举行 活动当天歌手魏晨受邀出席了该活动担任演唱嘉宾 最近刚刚曝光恋情的魏晨面对媒体相当防备 当天魏晨号称有病在身闹肚子进了医院 拖了将近两个小时才迟迟赶来参加采访 短短五分钟的采访魏晨对任何私事都是闭口不谈 还声称自己嗓子又不舒服了 这又是嗓子疼又是闹肚子 但魏晨一上台演唱 似乎看见热情的粉丝并全好了 活动当天主持人李爱作为你 评委也出席了画一女孩的评选活动 刚刚于三月份和圈外男友张徐宁 领证结婚的李爱是一脸的甜蜜 谈到即将举办的婚礼 李爱直言一切从简 因为确实也没时间筹备 所以就等着空着就弄一弄 等着空着就弄一弄 至于什么时候能办上这婚礼 也就不好说了 我觉得 怎么也得明年了 因为今年好日子的这个时间 酒店什么的都已经没有了 对 反正就是两个人都得出席的婚礼吧 5月27日花艺女孩评选活动 成都赛区决赛在成都举行 活动当天 歌手魏晨受邀出席了该活动 担任演唱嘉宾 最近刚刚曝光恋情的魏晨 面对媒体相当防备 当天 魏晨号称有病在身 闹肚子进了医院 拖了将近两个小时 才迟迟赶来参加采访 短短五分钟的采访 魏晨对任何私事都是闭口不谈 还声称自己嗓子又不舒服了 这又是嗓子疼又是闹肚子 但魏晨一上台演唱 似乎看见热情的粉丝 并全好了 活动当天 主持人李爱作为评委 也出席了话译女孩的评选活动 刚刚于三月份和圈外男友张徐宁 领证结婚的李爱是一脸的甜蜜 谈到即将举办的婚礼 李爱直言一切从简 因为确实也没时间筹备 所以就等着空着就弄一弄 等着空着就弄一弄 至于什么时候能办上这婚礼 也就不好说了 我觉得 怎么也得明年了 因为今年好日子的这个时间 酒店什么的都已经没有了 反正就是两个人都得出席的婚礼吧 我好幸运 我好 我是不如动 我好 你 你 我 你 我 明 我